还关心一样是社会消息 新北市淡水在今天凌晨传出了火警 位在小坪顶的国华高尔夫球场俱乐部 里头的球车停车棚忽然起火 火势虽然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被控制 但是停车棚里摆放了76辆高尔夫球车 全部都只烧了只剩支架 损失大约2000万元 起火的原因是不是高尔夫球车的充电异常所引起 还有待调查 停车棚里大火持续延烧 整整76台的高尔夫球车全部复制一具 以新闻充电异常才会引燃火势 为了淡水的国华高尔夫球俱乐部 凌晨传出火警 园区内的球车停车棚突然起火燃烧 大火来得又快又急 里头所停放的76辆高尔夫球车 瞬间就被烧得只剩下支架 大达现场其实整个一个车棚都已经全面燃烧 大概是100平 那损失的一个车辆 目前出估有76部的一个高尔夫球车全毁 根据了解 今年年初球场才将所有的高尔夫球车 更新为电动式的 平均一辆车要价20多万 出估财务损失预2000多万元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至于起火的原因 是否是因为充电异常所引起的 人代理清 记得新北市综合报道